玉璃镇第十九届的镇长龚文俊宣誓就职纪交接典礼 25号的下午是在玉璃镇的义文中心举办 由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主持了兼交和兼士的仪式 龚文俊表示选举期间所喊出的证件 找回玉璃的竞争利益目标 一定会跟镇民共同来努力完成 玉璃镇第十九届镇长龚文俊宣誓就职纪新就任镇长交接典礼 25号下午在义文中心举行 由花莲县农业处长陈淑文清零主持兼交以及监事 交接应性 这历史性荣耀的一刻 请大家给予龚文俊镇长恶劣的掌声 也期待龚镇长在未来的四年 可以带领宇珍找回竞争力 龚文俊表示选举期间所喊出的证件 找回玉璃竞争力的目标 一定会跟镇民共同努力来完成 那我想在这里文俊一定会遵守诺言 努力的找回玉璃的竞争力 让我们玉璃过去所失去的 尽力的在短时间之内能够找回来 那么上任之后在文件上所选三个大工作 第一个让我们工作的同仁能够安心 第二个让我们过去承包我们义里工作的这些厂商能够安心 第三个让上级单位能够愿意再次的托付建设我们的义里 龚文俊也说接下来也将以带动地方团结为目标 并与公所团队以及同仁一起全力以赴 循循渐进的完善每一项为民服务的计划跟政策 公所也将跟县政府以及周边有关单位持续互通合作 相信能够共同创造玉璃更美好更进步的未来 记者高双双玉璃正采访报道